今天大家看到了我的这个桌子上 我们特意准备了一点小点心 因为今天的这位客人非常的特殊 让我们有请 《苍蟲之卯》当中 自己的扮演者来自日本的田中玉子 还好 请坐请坐 还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的是 这一次《苍蟲之卯》电视剧的总策划人 欢迎李珍女士 来 请坐 今天我们这个现场的规格特别的高 不仅有老婆也来了 而且我们的皇上也来了 来 欢迎光雄皇帝 欢迎这位帅小伙 田中女士应该非常的熟悉 是这一次光雄的扮演者 张博 欢迎张博 今天我们这个来到现场的 都是特别喜欢您的这个粉丝 而且还有那边是我们这个日语专业的学生 你们也可以用日文来打一个招呼 谢谢 欢迎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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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次呢我们这些是吃的准备的 还有特地准备喝的 我听说田中女士是特别爱喝普尔茶 所以我们特地准备了普尔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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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怎么说 谢谢怎么说 我们家老佛爷是宫廷里的人 对 太过了 还好喝吗 很好喝 真的吗 这让我想起来拍摄时候的一些事 因为我是第一次演辞起演老佛爷 中国当时的皇帝和皇族的人 喝茶跟日本人不一样 这是我在演戏的时候才知道的 所以我学了很多的东西 对我来说 在日本喝茶 特别是女人喝茶的时候 会把双臂夹住 这样喝茶 但是当时的慈禧和我们不一样 他会这样端着喝 所以当时学这个姿势真的挺难的 当时跟他说 喝茶你还是比这样 他明白了 因为这是当时清朝的起乱 所以必须学 但那样老佛爷喝茶才有那种威严吧 看来就 啊 就表扬了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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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知道了 这句话是我们组里独创的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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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执行导演 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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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助理导演建峰 看到我们的表演觉得很好 就经常这样说 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话特别能表达情绪 你发现没有 非常好 很过瘾 他就这样表情 太棒了 我想问一问 这一次您到中国来是第几次来 第三次 第三次来 您还记得第一次来中国 是哪一年 1986年 现在算一算是多少年了 1986年 算一算 二十四年前 算一算 那那么多年了 可能三十年前嘛 他说的 我说你八 1986年算 没有那么多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我呢 找到了一份资料来印证 您是不是八六年的时候来过中国 我找到了一份资料来印证 正面是在店里面 我可以看到 这份资料来印证 这份资料来印证 大家知道吗 大众电影 那份资料来印证 那份资料来印证 去找 对 真正的 真正的 这个大众电影 这本杂志是 那个年代中国最火的杂志 是放到越南市上 或最先被拿走了一本杂志 上去的都是大明星 非常荣幸 我们来看看啊 什么年月 在后面有 1986年 七月刊 86年的一本杂志 我们费了好大好大的劲找到 这样啊 那真是很远很远的过去了 明年还记得这张照片吗 我们过会儿这本杂志 可以送给你留作纪念 是吗 谢谢 那谢谢 非常高兴 那待会儿我要让张国 给我签个名 我再拿走 遵旨 哇 没看到田中女士 她也追星啊 别人都追她 我要是有一个 这么帅的儿子 对我来说 是一件多幸福的事 谢亲爸爸 哇 你看这都叫出来了 里面还有 这个这是一个封面 这是一个封面 里面还有一篇文章 当时是采访 田中女士的一篇文章 在这里 还记得吗 然后这里 这里还有主要来 带大家看看 我们现场是可以把镜头推进 这里还有 田中女士当时的这个 写的字 而且还写的是中文 而且还写的是中文 写的是大众电影杂志 日中友好 田中玉子 1986年5月31号 国家的签名 到现在也没有变 就是这个签字 是吗 还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看到了 这二十多年前 这个田中女士的样子 当时就穿得很可爱 是戴着这个发姑 然后穿了一条小裙子 一条小裙子 师傅还记得这次采访 已经淡忘了 但是 但是我们这里 所有中国朋友 却不曾淡忘 这篇采访的这个文章的名字 是 他真的像阿信吗 整天呢 就是在谈论 那个时候 刚刚播完的一部 非常非常轰动的电视剧 阿信 我不像阿信 阿信太了不起了 我不如他 真的 但是您知道 您塑造的这个角色 在我们心目当中 您知道 得到了当时的 所有的中国人的共鸣 我们可以来问一位 我们现场的这些朋友们 今天来的 你们当时都看过阿信吗 有 全部都看过 我来问一下 你们现在还对阿信有印象吗 有 都有 我想问一下 阿信 是有什么样的人 在你们印象中 什么样的人 坚强 是个非常善良的女士 嗯 好 还有吗 会做生意 乐观 自强不息 不屈 不屈不挠 那阿信 当年带给了你什么 要真能够告诉我 看阿信的时候 都已经是重播了 当时我正在高考 我能问一下 你今年多大吗 我今年22 85年不阿信 还没你呢 对对对 我87年 阿信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 也让我成为了一个阿信迷 也让我深深地爱上了阿信 爱上了田仲玉子老师 这次我是专门从重庆赶过来的 想要也带来了阿信的小说 我想亲手送给田仲玉子老师 你好 你好 我们爱你 谢谢 谢谢 大好 这是我们中国出版的阿信这本书 田仲女士家里有阿信 这一套小说吗 中文版的没有 没有 哦 那我们不上 勉強しなきゃ 我得学习 我得开始 我得开始学习 如果现在能看懂的话 那我的中文就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期待有朝一日 能够看懂 这是我的愿望 但我那时候可能已经不在了 为什么宋说呢 因为阿信这个人对我们来说 就像一本书 它是一本人生的书 我们每个人都在读 对吧 从他的身上都获得了很多 今天特地赶到我们现场的 还有一位 是田仲玉子八的八主 对吗 小伙子 来 田仲玉子老师 你好 阿信刚开始播的时候 我才两三岁 然后那会儿我妈妈就抱着我 那会儿在机体宿舍的大屏幕上看 那您那会儿还有印象 那时候我没有印象 然后是因为前两年有电视台重播 然后我就跟我妈妈又重新又看了一遍 就是特别感动 尤其是看到那个阿信和那个田仲老师的笑容 每次就像见到妈妈一样 就是特别特别温馨的那种感觉 就是那会儿因为我也失恋了 我当时就想找阿信这样的一个老婆 阿信就给了我就是找一个好老婆的这种信息 然后我现在真的 一般啊 一般我们看了阿信以后 都基本上要求自己去奋斗 他看到了以后 他要求别人去奋斗当阿信 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论阿信的时候 你看他仍然都带有那么多的感情 阿信这两个字已经成为了 所有奋斗女性的一个大名词 他在我们的心目当中 给当年的中国人埋下了奋斗成才的种子 奋斗创业的种子 其实在阿信播后 这个没有几年 我们在八十年代末就看到了 我们中国就出现了第一批下海经商的潮流 我想在他们中间 很多的人或多或少的都受到阿信精神的影响 我只是听说阿信在整个亚洲都很火 也知道在很多国家播过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在中国会有这么大的反响 这也是我这次来亲身体验到的 非常高兴 谢谢大家 大家都可以拿我来跟阿信比 但是我没有阿信那么伟大那么的坚强 作为一个演员来说 能够演这样一个角色 确实让我感到十分的光荣 我觉得阿信这个作品对我来说 它最大的意义是在于通过阿信 能够跟中国有这么多的缘分 能够让我被那么多的中国观众所认识 我在演阿信的时候有很多很多我自己的艰辛 当时我还很年轻 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有体验到更多的乐趣和更多的喜悦 但是事隔二十年我来到中国拍《苍情之卯》的时候 让我进一步认识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包括我跟周边的所有的演员的这种默契这种交流 我们没有语言 但是最后我发现其实人不需要语言 只要大家有这种心 心是可以交流的 这是我在这次《苍情之卯》当中得到的最可贵的一个经验 那么现在大家跟我说阿信这么被大家认可 我才感觉到我真的要感谢阿信 阿信给我带来了后面的机会 能够让我跟这么多的中国演员 包括今天在座的所有观众有这样的接触机会 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而且大家一架都让我们看到 那边阿信说什么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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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心是一个特别特别完美的形象 对吗 在我们心目当中 她是一个完全一个完美女性的化身 对吧 一直在激励着我们 可是这次演的慈禧就不一样了 慈禧不是这样的 在我们心目当中 我们有对慈禧有印象的是吗 我们来听听看大家对慈禧有什么样的印象 刚说了阿信的 我们现在要说慈禧的 好 来 张伯 我先想听听你的 就是在以前啊 你要说以前啊 不是说这次演完之后啊 以前你对慈禧什么印象 一个词来概括形容 一句话吧 一句话 就是我做梦不愿意梦见那个人 我们听听其他的朋友们 对慈禧有什么印象 又一个词来概括 专行跋扈 好 好 来 霸道 比较独辣 独辣 比较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 自私自利 卖国求荣 阴险狡诈 独裁自私 在听的时候 田中女士不停地在点头 但是我不知道在听到这些 都把那么多那么多这些不好的词 汇集到一个人身上的时候 尤其是她演的这个角色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心情啊 我倒觉得大家说的非常对 我理解的慈禧也是这样的人 也是跟大家说的一样 你认同刚才他们的说法了 我跟大家的理解是一样的 但是苍诚之谋这本书的原作者 潜田次郎先生 在描写慈禧这个人物的时候 我是认为 他不仅把慈禧的这种砖缝 跋扈写了出来 他也描绘出了慈禧 作为一个女人 他隐藏在自己表面背后的那一面 这是我感到他这个作品 有魅力的地方 那这一次是为了饰演这个角色 我听说您是前面做了很多的准备功课 做了哪些功课能告诉我们吗 要说我做的功课的话 我更多的是在读这个原作 我觉得去消化原作当中的一些精神 和他所要表现的这个慈禧 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是十分重要的 当然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个非常阴险霸道的人 但是慈禧作为一个母亲 作为一个女人来讲 他一定面临很多的 他的烦恼和苦恼 我觉得作为演员 去刻画他的这一面 是一种挑战 也是一种超越 慈禧虽然是一个坏人 他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他的道理呢 最后大家把他定为历史罪人 去谴责他指责他的同时 也会想到原来他也是一个女人 也是一个母亲 我觉得做到这一点也就够了 您觉得为什么会选择您来演慈禧 在原作当中写的慈禧 其实他对所有的结果和他的人生 他都看得到 他知道他这样做会遭到万人痛骂 他也知道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但是呢 各方面的条件和环境 迫使他不得不去做一些过分 甚至是残忍的事情 我作为一个演员去描绘刻画这种人物 是一个很难得的表演机会 这对我来说有很大的挑战性 而且慈禧这个人物对我来说很有魅力 所以我接了这个角色 那像拍这样的一个角色 因为慈禧嘛 就像您刚才说的 会对您的这个职业生 你觉得会造成风险吗 其实历史上的人物 大家已经是有了一定的定论了 我只是尽量把这个人物刻画得很真实 当然这个片子还要等待观众的评价 但是我是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能跟这么多的中方的演员 以及工作人员 建立一个这么好的感情 我们之间有那么好的这种默契 对我来说是一种无价之宝 我真的很感谢这次拍摄 对我们来说 这次其实选用一个日方演员 来饰演一个中国人家义户晓的一个角色 其实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 但是一出场 慈禧的整个形象 说实话 把很多中国人给惊住了 因为我们突然看到了这个慈禧 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们来给大家看看 我们这有一张外形 有一张这个照片 你们觉得这慈禧的这个形象怎么样 啊 太像了 你们怎么觉得太像了 你们见过慈禧的 啊 见过啊 当时 苍情之某的原作者 浅田次郎先生 去横店探班的时候 第一次看到我穿戏装 因为他选原作查了很多的资料 对于慈禧的照片也看了很多 他看了以后说 我真的很想 这一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勇气 是蛮受鼓励了 开始自己也没有想到 我问一下 您见过慈禧本人照片吗 横店有一个那个慈禧化妆品店 慈禧化妆品 对 慈禧化妆品 拜托地贴了一张大照片 我们每回路过那儿 我们就跟他说 你看 就是你家的 你的化妆品在那卖呢 真的啊 那还有那样的一个店呢 那到底像不像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慈禧的一张照片 慈禧本人的照片 这是慈禧本人的照片 据说当年慈禧在这个清宫里 是最爱照相的一个人 所以他留下了很多 这个很爱 很爱美的一个人 留下了很多的照片 其实在我们中国啊 这个扮演慈禧 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的清宫戏 有很多人都扮演过慈禧 都有谁 我们来看看好吗 然后在众多的角色当中 你们挑一个最像的 看你们的眼力 来看一下 都有谁呢 刘晓禧扮演过慈禧 慈禧高娃 慈禧高娃 吕忠 吕忠 吕丽萍 邓杰 邓杰 赵立如 这其他的两六呢 都是中国的非常非常著名的演员 都扮演过慈禧 您觉得谁最像 大家觉得谁最像 大家觉得谁最像 是吗 是是 田中你是最像 最像了 是吧 您觉得像吗 听到大家这么说 我就更有信心了 确确实实实一出来的时候 所有的人大家都惊呼觉得 哇这个太像了 但是我觉得这还只是表面现象 这个形象上面像 是一个 知道什么最像吗 我看这部戏的时候 什么最像 气质 对是一个 气质表现出来最具体的一个地方 眼神 我看这部戏的时候 我 真的我第一次我觉得慈禧可怕 以前在看其他戏的时候没有感觉 第一次我觉得你知道是什么吗 那个眼光真的是 真的是锐利如刀子 而且突然有一种 这慈禧在发怒的时候 你突然我在电视机前看 我都有一种 如芒刺在背的感觉 背后顿生一股凉气啊 那个眼神太厉害了 是吧 张伯军有感觉吗 你深有体会啊 那是因为我把我自己的前身的 一生的精力全部压在慈禧身上了 全部透过眼神表现出来了 真的我今天在采访田中女士之前 因为以前也都是看的影视作品 看的这个照片 我实在无法把现在眼前的您 和我在屏幕上看到的慈禧的形象 联系在一起 而且尤其是我今天看到 这个坐在对面的田中女士 眼睛笑意盈盈 一声弯弯的笑眼 真的差别太大了 来我们再做一下更具体的对比 我们在屏幕当中 我们来给大家放放三种不同的眼神 看怎么样 看怎么样 看来被子的都听了 这是我们看到平常的田中女士 是吗 无限柔情是这样吗 对 我问大家 你们最喜欢哪个眼神 中间 中间的 张伯尼呢 我喜欢那边的那张 你喜欢那边的 就是阿信的那个是吗 对 好 没有人喜欢这个吗 没有人喜欢四季的眼神吗 我是不会喜欢这个的 那我想问问田中女士 您觉得哪个眼神您最得意 我就是小眼睛 每个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就是这样 虽然眼睛小 但是眼睛里面 饱含的这个内容和小不小无关 是吧 我们里面看到了巨大的这种力量 是吗 后面可读的内容太多 有很多的这种信息 你们真没有人喜欢这个词写的这个 被这样望上一眼 这辈子也不太有这样的经历 您喜欢这个眼神吗 平时我都没有注意过我自己 也许我稍不注意就是这种眼神了 有时听说啊 很多在日本的这个男性 都不敢看您 都不敢直视您的眼睛 包括这一次这个演戏 和您演最熟悉的很多人 包括像演荣禄的演员 演杨喜甄的演员 包括像张伯 这个都说 说不敢直视您的眼睛 不看的原因有可能是 他被被垫着 对 因为我跟少群 我们俩就经常会 逗Youg Sang 就经常就说 Youg Sang 来一个标志性阿信的笑容 就会很放电的那种 真的吗 真的真的 那我觉得能不能这样 来张伯 你坐到台上来好不好 我们在现场 你坐到台上来 来我们拿一个座 给皇上 这三种不同的眼神 大家想看吗 想 比方说 就是你刚刚说 阿信的那个眼神 对 有些人 夹落 这个 是 也是 离开的 Youg Sang 她经常去学她 对 经常去学她 在阿信里面 在学日本人的那个动作 你经常跟她 elites我们就这样做 这种动作 她在笑 是Youg Sang 他每次见到我都是这样 用这样的方式 那是少群独有的一种方式 那今天就你假装是少群好了 我们看看这个做完之后反应是什么 张国最好的是他的贝壳舞 谁是贝壳舞 他是贝壳舞 他有一次演戏 他为了逗老婆也开心 他就自己跟那戏班子里面装那个贝壳 涂了两个大红脸 very very 游戏 我本来就是不知道有这么一场戏 后来那统筹老师跟我说说 你有一场那个戏班子的戏 我说别跟我开玩笑 就跟我回去拿到剧本一开始真的 然后呢就是那戏班子戏 然后呢说那你化妆 就给我换成了那个 是唱就是还是那种跑龙套的那种 贝壳嘛 棒壳精 然后点着红点 画的红脸蛋那种 然后本来是这戏里面是应该是取悦于 这个老佛爷让他开心的 招妈妈生气让妈妈开心的 结果呢就是应该是 老佛爷很生气 坐在那 然后呢我在那演 我也很提心吊胆地在那演 后来老佛爷一喊就是叫停了 然后训斥我了 可是真实拍摄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我在那边演 他们有个啥 张军加油 加油加油 他们所有人都在那儿起呼 弄得我本来其实是 应该演不好意思 变成了真的不好意思 那就演得特别好 对就不用演 就特别不好意思 有很多幕后的故事很有意思 那一场我是真的笑场了 笑他都说不住了那一场 那一场戏我是真的忍不住了 那我们刚刚也就是 刚刚看了是三个不同眼神的那个画面 我觉得放到一个瓶上 我们马上就可以分出来这个差别 眼神上面的差别 当然这两个人物无论从年代来说 从身份地位来说 也是都差别太大 但是我想问一问 这两个角色都是田中女士演的 这两个人有没有共同点 我认为这两个人的共同点是 任何事情都自己承担 所有都是自己扛 对自己扛 这是一个 那也有人说 说这两个角色看似风马尼不相及 还有一个共同点 这两个人都是靠奋斗出来的 你认同吗 我认为是这样的 饰演的两个角色都是靠奋斗成功的 那您是靠奋斗的吗 我没有考虑过 我觉得我就是我 他们只是我演的角色 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 我就是特别想问 就是看来就是田中女士 她是一个很有爆发力的人 因为今天坐在我面前的她和我想象当中的一样 就是一直是特别文文静静的 包括在这个杂志上面受到采访也是这样的 可是她在演戏的时候 我老觉得有那种张力 有那种爆发的力量 我在想她是不是一个会和自己较劲的人 你看到的平时的这个我也是我 你看到电视里的那个演戏很有张力的我也是我 我认为人有很多侧面 可能我在这个时候表现出来的东西 让你看到的东西是我的这一面 实际上这些都是我 那我就好向您求证一件事情 您说到这儿了 我看过 因为这次您来 我查阅了很多很多关于您的资料 我在中文网站上能够搜到的全看了 然后我看到说 您小的时候是在北海道长大的 然后在北海道 在上学的时候 您一直是在班里特别不起眼的人 是这样吗 我小的时候在大阪长大 后来中学的时候去了北海道 我属于比较调皮的孩子 不喜欢在房间里待着 喜欢到外面跑 喜欢从高的地方往下跳 哇就按我们中国说话 野丫头啊 国体一课是五分 那其他的呢 别的不行 就玩在 那如果这么看来的话 您应该是个特别活跃的人 那应该在学校是一个风云人物吧 运动会比较突出 我觉得和现在这么文静地坐在我面前的田州女士 我觉得天壤之别 从多高往下跳 就是从学校的二楼 当时大家互相问谁敢往下跳 好像敢跳的就是英雄似的 当时我很勇敢就跳了 我是第一个举手的 跳完的结果呢 膝盖没什么问题 把下巴给割了 很危险的 看来那个时候 什么都敢做 这是一种表现欲吗 别人都不敢做 您敢做 我还喜欢跳河 就是喜欢这种比较刺激的事情 那个时候 只要看到一条河 我就想能不能跳过去 跟别人的想法不一样 老是想要去试一试 我就是这种孩子 您觉得您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吗 我没有想过我的人生 能用成功这两个字来去概括 我认为我有今天的这个人生 是有很多人在帮助我 因为有了周边的这么多人 才有我的人生 周边的每一个人 可能对我来说 他是间接的也好 直接的也好 都会有一些帮助 所以我的人生 就是跟大家共同走过的人生 到今天为止 我能够有这么多的机会 跟这么多人认识 然后这么多人 在不同程度上 和不同角度上 这样子来帮助我 我才能够去努力 所以我认为 这就是我的人生 获得机会 然后去努力 我觉得还是 也是靠奋斗的 对吗 那我想问问大家 这个阿信 还有慈禧 这两个 我问问大家 你们觉得阿信是成功的人生吗 是 是 慈禧呢 是 有人说是啊 有人说不是 那你们谁想过阿信的生活 有人吗 你们说他成功的人生 为什么没有人想过他的生活 奋斗太艰苦了 太艰辛了是吗 不行不行 没有人想过 你也不想 那谁想过慈禧的生活 我讲的是想是吗 您呢 您想过哪个生活 哪个我都不喜欢 哪个都不喜欢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 我没有更多的追求 能够安安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 我就很满意了 没有太多的追求 没有太多的追求 那我想问一下田中女士 您老辈人认为是阿信 然后一见到您 这一次到中国来 谁一见到您 大家也提到阿信 您愿意这样吗 我觉得 虽然阿信在中国这么火 但是如果不说 这是田中玉子 不说这是阿信 谁也认不出来我 我认为这对我来说 就是幸福 我不喜欢在外头被人认出来 现在我走在街上 也没有人能认出来我 这是最好的 我就是普通的人 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那种 自己认为幸福生活的这个样子 是吗 每个人都会想象 都会不同的 但是其实我们觉得 如果是要幸福的话 可能要一家人 自家一起就会非常的幸福 这一次 所以我想问问 田中女士 您演了慈禧了 您知道慈禧的老公是谁吗 咸丰 这是知道的 咸丰 对吗 对 您知道咸丰皇帝长什么样吗 不知道 不知道啊 想看吗 来看一下啊 这个是咸丰皇帝 看上去是梅琴木秀的 那这个丈夫看过了 您知道慈禧的儿子是谁吗 知道是同志 当然想看吧 同志 我们要找到的画像 看一下同志 哦 哦 似乎 哎呦 蛮像的对吧 哦 也是这样的 哦 同志 哎 我怎么觉得 有点跟张伯有点像啊 嗯 张伯比他帅多啊 张伯比他帅啊 啊 他不同意的 张伯演的是光绪 是 光绪本人 您知道他长什么样吗 嗯 见过光绪的照片 哦 照片看到过的 那我们来比较一下好吧 这是眼光绪的 还有光绪本人 看看谁更帅 看一下 哎呦 哎呦 这是 这我们要告诉大家 这不是画像 这是照片 哎呦 完全是一个英俊小生 嗯 是吧 特别帅 很帅的 是的 非常帅 他们还有说是 所有皇帝中最帅的一个 是的 嗯 那大家觉得 这个光绪怎么样啊 帅啊 谢谢 哈哈哈哈 好 可以的 好 那您觉得 这俩儿子 哪个帅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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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哦 越看越喜欢 哦 这个帅 听说这一次 来到这个中国 嗯 呃 这 大家拍戏 是在一起 你们待了很长时间 张伯 有将近有两个月 嗯 两个月的时间 在这组拍戏 我知道 有很多的事情 啊 因为田中女士呢 她不太懂中文 啊 但是她听得懂三个字 一旦说到这三个字的时候 她会特别高兴 所以我现在来测试一下 我就不请这个李珍来翻 你只是要说请他听我说话 如果他听不懂OK没有关系 他不用给我反应 如果他听懂了请他给我表示 好吗 吃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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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不饿 饿不饿 累不累 小肥羊 前面的反应 一听到小肥羊就乐了 你怎么那么喜欢这三个字呢 我那个时候真的是 如果有时间的话 天天都想去小肥羊 比如今天拍戏结束早 我就一定要去 因为我住在日本的横滨 横滨就有小肥羊 我在横滨看到也有 我就很惊讶 小肥羊的 他在横滨看还有小肥羊 那么激动 里面是吃涮肉的 他都点些什么呀 豆芽 藕 藕 好喜欢 现在还回味呢 这表情太可爱 思习老婆爷的幸福生活 就那么简单 就吃点豆芽 吃点藕 这是在中国一件幸福的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 我听说 说你们拍了两个月之后 最后有一次关机饭 对吗 在关机饭的时候 我听说田中女士是从头哭到尾 还和张伯抱头痛哭 有这事吗 关机饭那天说句实话 我当时流着眼泪 其实我觉得总算可以回去了 因为拍摄确实非常的艰苦 跟大家在一起 只是特别的舍不得 并没有很伤心的哭 只是一种很难忘的回忆 我们在拍戏的两个多月的时间之内 其实就是谁也没有想到会能变成这样 这是第一是出乎预料的 大家的关系 就是优格桑跟我 跟少群 跟伊伟我们约定 要去日本去做客 就是他知道 比如说我喜欢北海道 然后呢 优格桑有可能要带我去北海道 然后呢 少群有可能喜欢鸣鼓屋 伊伟喜欢什么什么 就是我们有约定 然后呢这种 有约定 然后在陆续的在拍戏的过程当中 就好像大家会越来越默契 越来越熟悉 到最后 我记得关机饭走的时候 就我 我说不上来是一种什么感觉 但我就觉得要离开了要走了 然后有一幕印象比较深就是 最后 把他送上车的时候 然后我跟 我送他 然后我说 Yougo-san I miss you 然后Yougo-san说 将军 I wait you in Japan 对 我现在希望 苍情之毛在中国播出 能够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可 我更希望他在日本播出的时候 能受到日本观众的喜欢 因为他背后真是包含 很多我们的这种合作 这种艰辛 更值得让日本人去感受中国的电视剧 感受我们的这种友情 我的梦想就是当电视剧播完 我会带着张伯 余少琴和周一维 在日本的街上走 我很自豪地跟大家说 这是我的三个帅儿子 然后大家都围着他们 喜欢他们 这是我很大的一个愿望 希望早日实现 那您觉得您现在看了这个剧 您觉得日本观众会喜欢这个剧吗 这三个小伙子在日本 会得到日本姑娘们的喜爱吗 因为我没有全部看完 现在只是每个星期三去配音 现在只是配到14集 但我有一个感觉 我认为这个电视剧在日本一定会火 而且这三个人真的能够给日本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们演得非常好 像张伯 他演的光绪 不是指演了一个会听使唤的角色 他有他自己的思想 这是跟以前我们想象的光绪不一样的 另外 初儿我觉得生活中 他是个很爷们儿的人 但他把这个角色演得非常好 文秀 我跟他的戏不多 但是我认为 他无论在不在场 你都会记得他 他有很大的存在感 这三个演员都有自己的特点 所以我刚才说了 我的最大愿望是 我带着他们三个在大街上走 能够被人认出来 我们日本现在是寒流 因为韩国的电视剧冲击着我们日本的电视剧市场 我希望以后能变成滑流 张伯 您就带着滑流的使命 您就要进去日本了 我滑流就进去了 而且这一次是第一次 咱们中国的制作公司制作的电视剧 能够打到日本主流电视台 能够打入日本主流市场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开始 而且第一次这样的一种合作 又那么那么的愉快 我在看那个资料的时候 我突然看到一段我特别有感触 听说田中女士 她在最后的关机犯的时候 她说了一句话 说从此以后 她在中国有了一份牵挂 是吗 在日本的时候 我在家里 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 我也在家做饭 在家里整整院子 我在做这些家务事的时候 我会突然想起来 我的中国朋友们现在在做什么呢 虽然中国和日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差 可是我觉得这个距离很遥远 但是通过这次拍摄 我感觉我有了一种挂念 我挂念这些在中国认识的朋友 对我来说 跟以前相比 这种挂念让我觉得 中国真的是离我更近了 这一点对我来说 是这一次拍摄的最大收获 从此以后跨越海峡 有了一份挂念 郑伯 你对她想说什么 我想说 不管你走到哪 只要你来中国 我就会在中国等你 她说她想去北海道 到日本 你真的会带她去吗 这是我跟他们的约定 我希望能带他们去 但是我知道他们都很忙 三个人一起去可能会比较困难 但是我希望能够争取到这个机会 我也会在日本一直等他们 加油 到现在我突然都有一种幸福感 我觉得做这个访谈 我很幸福 听到你们的故事 我也很幸福 你们这个合作也很幸福 是吗 所以我想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的 这个最后 我们一起来唱个关于幸福的歌吧 好吗 想不过唱吗 一起唱 对 如果真的幸福 你就拍开手 如果真的幸福 你就拍开手 如果真的幸福 你就拍拍拍手 看了大家都一起拍拍手 如果真的幸福 你就拍拍拍手 看了大家都一起拍拍手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